我们来给你看一些背景 一些 background 这个呢 在那里啊 这个叫保罗大教堂 这个教堂呢 是在那里啊 这教堂是在英国的伦敦的中心 然后呢 是一个很出名的叫保罗大教堂 它是建在山上的 山顶上的 从London就是伦敦啊 很远的看 从地面看上去 你就远远就能看到这个教堂了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建筑物 如果你到了圣保罗教堂里面呢 你会看到第一层呢 就能看到很多名人的粉墓在那边 在这么多的 埋葬名人当中啊 他也埋葬了 建这个教堂的人的 粉墓也放在那边 你一定会想哦 应该这个 把这个建筑师啊 的粉墓应该是很伟大 放在那个教堂那边啊 他的粉墓应该是很伟大的 然后一定会在那个粉墓里面啊 写他的名字 写他的历史 他如何建这个教堂啊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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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哦 我告诉你一个事实 当你进入这个大教堂里面 那个坟场的旁边的时候呢 你去找这个建筑师的粉墓的时候 你会很惊讶的事情 你会很失望的 那边 粉墓那边 只是放一个 大概一个桌子大的 一个大石头罢了 然后呢 那个石头啊 那边的墙的旁边呢 只是刻几个字 很小的几个字这样写 若是你想知道 关于这个人的事 你就周围看一看 意思是说呢 这个大教堂的本身 就说明这个建筑师的历史 这个大教堂所有一切 就能够讲究 这个建筑师的 一生当中伟大的事情 不是粉墓能够告诉你 乃是他的工作 来告诉你 这个人 这个建筑师 是何等的伟大 我们再看下去 就是这个家伙了 就是这个建筑师 就是把这个教堂建筑起来的 这个建筑师的英文名字叫 Sir Christopher Ranch 他是一个英国的天文学家 建筑师 他出生于宗教师家 父亲呢 是温莎副主教 素妇是伊犁主教 然后呢 从小就在牛津 牛津学院里面读书 学习天文科学啦 又很喜欢艺术啦 对绘画很高的天分 London在1666年的时候呢 发生一场的大火灾 几乎把所有London的大的建筑物 都烧毁了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叫做 Christopher的 他就把很多很多伟大的建筑物呢 再复修 重新的建立起来 他一生里面呢 总共呢 重建了五十一座的教堂 这个保罗大教堂是其中的一个 然后呢 他建这个从1675年开始重建 到1710年才做完 总共花费了75万的英镑 那是 那个是 16世纪的时候 75万的英镑 换来今天应该是很多很多了 他参与的工作啊 建筑工程呢 还包括皇家的 肯兴顿工啦 汉补顿工啦 纪念碑啦 皇家交易所啦 哥林威治天文台啦 这些等等 他的工作是那么的伟大 然后呢 他是1723年去世 然后死后呢 就把自己葬在 这个保罗大教堂里面 这是一个普通的人 为什么要讲述这个故事的原因呢 是有原因的 今天 为什么耶稣的名字这么伟大 假如我们想知道 主耶稣是如何的伟大 我们应该看看 主耶稣做的工作 这就是基督教的意义 基督教的意义 操演我们能力 能所形容的 因为呢 在这世界上 没有一个宗教 比基督教啊 更遭受逼迫 人可以容纳那些宗教继续存在 对基督教却不是这么样 不错的 操作为